在21世纪初,我国信卡市场迎来了快速增长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对小额不良欠款的民间信贷催收行业的兴起。2003年左右,国内催收行业出路端倪,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永雄集团便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催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 创始人谭曼,湘潭大学法学博士,曾在广东天伦律师事务所和广东幸福律师事务所从事诉讼催收工作。他在2005年成立了佛山市天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主攻车贷轻收法律服务。 谭曼的经验积累和催收行业的蓬勃发展,促使他于2013年注册成立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将业务由律所的诉讼催收业务转型为催收公司可承接的非速催收业务。 在短短几年内,永雄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催收行业的巨头,全国范围内拥有40多家分公司,其中仅在长沙就设有4个作业中心。 然而,催收行业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一系列争议和社会关注。 随着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催收行业在不断演变,受到金融监管和执法监管的关注程度也逐渐加大。 永雄集团在催收行业的崛起,主要体现在其专注于长帐龄资产的独特模式。 相较于其他催收公司,永雄更专注于处理长期无能力还款或无意愿还款的逾期资产, 这在业内俗称为催收中的癌症业务。 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得永雄的催收难度相较其他公司更高,但与之相匹配的是更为丰厚的回报。 催收员的提成约为10%,属于行业头部水平。 多位前员工透露,公司为总监级别以上的员工配车,为副总裁则提供别墅。 尤其是在长沙,公司旗下年轻且业绩突出的女员工,一年的收入可达二三十万,让他们早早实现了购车购房的梦想。 然而,永雄的崛起也伴随着一系列争议。 公司内部管理极度军事化,谈慢的管理风格被形容为喜欢频繁调动员工,不论业绩好坏,管理层经常在不同地方轮岗。 公司的口号是永雄人随时准备出发,而组织架构接近三三至构架。 每个作业中心设有业务总经理和专门为员工提供思想辅导的总经理。 一位前员工形容作业中心内部的场景,一层楼密密麻麻坐着上千催收员,打电话怒吼的,骂娘的,各种声音都有。 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和极度军事化的管理风格引发了一些质疑。 与此同时,永雄集团的催收员涉及多起恶性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些案例中,催收员使用虚假信息,谎称爆炸事件等手段,对欠款人进行软暴力催收。 其中一名员工甚至编造了虚假的恐怖信息,谎称在公交车上安放了炸弹,导致公安机关紧急应对,公交车停运,引起社会恐慌。 这些事件暴露了催收行业内部的一些不当行为,引起了金融监管和舆论的强烈反应。 随着永雄集团的高速发展,其员工涉及的不当行为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公司的催收方式被曝光涉及恶性手段,如发送假的法院传票,骚扰欠款人家庭成员,散布虚假信息等。 一位曾在黑猫上投诉永雄集团的客户称,催收员竟然发送假的法院传票给他。 在该案例中,客户的丈夫曾通过深圳一家银行的信用卡借款,因某些意外未能如期还款。 在收到法院传票后,他们致电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罗湖区法院核实,发现这两张传票上的暗号在法院并不存在。 经过一番追查,他们才得知银行在2021年曾对他们提起诉讼,而他们并未收到相关通知,随后一次性偿还了三万元的全部欠款。 在这之后,他们接到了永雄集团的电话,对方表示愿意代为偿还银行的欠款,但遭到了拒绝。 此外,一位永雄集团楼底分公司的前员工透露,公司在与一大型电商平台的合作中主要负责催收工作。 公司每月向员工发放新的欠款人名单,包含大约150名欠款人,要求员工从公司调取欠款人的身份信息,包括户籍、公积金、社保等, 并缴纳不固定的资料费用。 这些信息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例如购买或其他渠道获取。 员工拿到这些信息后,不仅向欠款人发送正常的催收短信,还采取恐吓手段,如威胁联系欠款人的亲人、朋友、同事等,以增加还款的压力。 有员工透露,这种催收方式对于有正当工作的人来说非常有效,成功率超过80%。 虽然这些做法被认为不合法,但公司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在客户投诉时才会对员工进行扣款处罚。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永雄集团在催收领域的一些不当操作,引发了社会对催收行业合法性的关切。 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不良贷款余额为2.98万亿元的大背景下,催收行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规范催收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人士纷纷呼吁对催收行业进行法律规范,以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有关部门也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代贷后催收封控指引的制定,希望通过这一标准规范催收行业的发展。 这也引发了对于现有法律体系是否足够保护催款人的争议。 有呼声认为,催收行业需要明确的法规,既能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也能规范催收行业的发展。 随着永雄集团宣布停业,催收行业面临着更广泛的审视和挑战。 公司停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轻收专业委员会发布倡议书,呼吁各催收企业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不踩红线。 同时,执法部门应理性客观看待催收行业,既要打击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马,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 此次倡议书进一步凸显了催收行业的合规问题,对于未来催收行业的法律规范提出了迫切需求。 催收行业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在如何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的问题上。 在过去的事件中,催收公司的不当行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例如发送假的法院传票,骚扰欠款人家庭成员等。 虽然永雄集团在宣布停业时表达了自己合规合法的立场,但实际操作中却发生了一些违法违规的现象。 这也使得业内人士对催收行业的法律规范提出更为迫切的呼吁。 多位催收行业人士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明确的法规、规范催收行为,同时让催收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在倡议书中,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轻收专业委员会特别强调了催收行业的合法合规运营,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催收行业的立法。 这一呼声也在强调催收行业是市场需求,肯定会存在的同时,强调如何去规范催收行业的问题。 催收行业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是摆在业内人士面前的紧迫问题,不仅需要催收企业自觉合规,也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 出台更为明确的法规,以确保催收行业的合法运营和发展。 在当前法治环境下,催收行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业务的扩张和盈利,更是如何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运作,保障各方的权益。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相关部门表示,催收行业需要制定规范,以指导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如何合理开展业务,同时明晰各方责任和权利的边界。 这一标准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为催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 综合来看,永雄集团的停业宣告催收行业的合规难题更加凸显,社会各界对于催收行业的关切和呼声也更加强烈。 在当前法制环境下,催收行业需要更为明确的法规和监管机制,以确保其在市场中合法、合规运营、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催收行业自身也需要加强自律,提升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以促进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